对手大结局了 小敏家也即将大结局了 雪中汗刀行则一天一更慢慢耗着 其实 这对于王牌部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局面 压力虽然有 但强劲对手几乎都进入了尾声 可惜 他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 剧情发展越来越离谱 本该属于军旅题材的硬汉塑造 突然360度大转弯 直接弄成了偶像演情剧 如果不是演员身上那套衣服 直接就可以对接琼瑶剧了 既然叫王牌部队 那就要有个王牌的样子 咱们就好好把顾一野高亮等人40年的军队成长给讲一讲就好 即便非要加点感情戏也可以 不宣兵夺主就行 但王牌部队可好 开头几集让新兵莫名其妙地卷入军事演习搞破坏也就罢了 居然还弄出了两个男人争一个女人的戏码 这难道不是有写剧惯用的套路吗 钟楚希饰演的江南争这个角色 真的没必要给那么多的镜头和戏份 王牌部队他不应该是主角 他也不应该介入到顾一野和高亮的生活中 让他们好好成长成军人不好吗 好好在这两个男性角色塑造上多下功夫不行吗 从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 肖战饰演的顾一野倒还好 有感情戏份 但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虽然肖战演技还是声色 但最起码没有拉太多分 而黄瑾瑜饰演的高亮就不同了 他太闹腾了 我不是针对黄瑾瑜 我说的是高亮这个角色 他为什么要当兵 当然是受到他哥的影响 他哥就是军人 而且 那块高亮时常戴在手上的手表 就是一个当兵的理由 可就是这么一个出身贫苦且从小就没有关爱环绕的人 长大后怎么就成了这副德性 确定高亮是农村人 确定高亮是缺爱 我怎么觉得当兵后的高亮 更应该缺的是脑子呢 顾一野和江南征是相互欣赏的喜欢 而高亮对江南征最初的喜欢 纯粹就是荷尔蒙作祟下的生理反应 而他的介入 也让顾一野和江南征的爱情无疾而终 女小三我看多了 突然把高亮打造成男小三 编剧是不是和黄景瑜有仇呢 非要拿这么一个人设恶心人 再说了 高亮参军是受到哥哥影响 怎么一见了女人就忘了参军目的了 高亮成功把江南征弄到手 而且 还到了师长身边工作 好歹也算个关了 再加上军队几年的历练 性子上应该要沉稳了 可万万没想到 高亮变得更加离谱和出格 给老乡开后门 顶了班长张飞的名额 这在军队里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因为有个好仗人 这事儿并没有对高亮造成多大影响 可不管怎么样 我都特别不喜欢高亮这个角色 更不喜欢江南征这个角色 甚至越来越不喜欢这部剧后面的剧情 他不应该归类到军旅系 因为军旅系不会是这个狗血的鬼样子 也更不可能有穷瑶式的内容 比如父母爱情虽然和军旅有关 但人家那爱情不狗血 不俗套 虽然普通却能凸显相依 相守同甘共苦的主题 再比如我是特种兵 里面也有爱情 但没有王牌部队这么拉胯 点到为止的爱情 也算是军人成长的一关 前期爱情少的时候 四星好评居多 后期爱情成为主导 两星差评居多 这就是对于垃圾故事最好的反击 我不会因为喜欢某个演员 就给烂故事好评 也不会因为某个不喜欢的明星 就给差评 但王牌部队我给差评 是给编剧和导演的 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还有 黄景瑜以后别接这种角色了 口碑会搞砸的 感谢观看